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连泥泥华彻拉岛 这个独特的巨大环状地形 被称为Eye of Quebec 魁北克之眼 曼尼古根陨石坑 是在约2.1亿年前 也就是三叠纪时期 早于三叠纪 侏楼记灭绝事件 约1200万年 因为一颗直径5公里的天体 撞击而形成的 撞击导致冲击波 辐射到整个地球表面 紧接着是高速风 在撞击点附近 风速每小时超过1000公里 冲击波和空气冲击 会严重破坏并杀死冻植物 这个小天体 在地球表面 撞出了直径100公里的大洞 但在风化作用的侵蚀下 金域坑体 成了一个直径72公里左右的环形 曼尼古根鱼石坑 是目前地表上已知的 第五大的鱼石坑 曼尼古根环形大湖 代表了仍保留在地球表面的 最大撞击坑之一的残留木 曼尼古根湖 冲击结构的中央环形 直径约70公里 由冲击角力岩 及相对较大的快撞岩石 嵌入细利材料中组成 冰川和其他侵蚀过程 减少了火山口的范围 撞击石的原始直径 估计约为100公里 1960年代 加拿大政府以陨石坑为主体 建设了一系列的水坝 和水利发电厂 由魁北克电力公司 Hydro Quebec 进行曼尼古根陨石坑的工程 现在 曼尼古根湖 是加拿大东部 一个重要的发电场所 曼尼古根湖 已成为一个水库 是魁北克最重要的 大西洋归于垂吊地区之一 在曼尼古根湖区域 每年11月到来年3月的期间 可以看到绚丽的极光现象 地区的山河 地区而行 是根本的 异性的大户 复权的青梅 在几岛下 在山河上 在山河上 尼古根湖区域 像河上 水庄 山河上 河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